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母昌撑不住 裡面的東西真的吃不下 他沒有門,只有一塊布隔開 那些日子真的不容易捱 這些不是設計對白 而是兩位去了英國申請政治庇護的手足 和美國代理人媒體自由亞洲電台分享的親身經歷 在這個時刻,要爆了 50多歲的Doby和30歲的阿偉所住的難民營位於英格蘭東南部 由軍營改建,爆一日三餐 不單止白食白住 每個星期還有8英鎊 即是大概80元港元 到達火車來回倫敦放風散心 雪櫃、微波爐、焗爐、暖爐等家電一應俱全 在廁所有些職,私隱差一點點 有非洲中東難民做鄰居 但他們就說文化衝擊 哈哈,當年扔汽油彈扔得這麼開心 看完真的不覺得他們可憐 還是少爺仔未吃過苦 你叫英國給皇帝你做 不就更好 現在做難民 大哥,你還想怎樣 阿偉說,等了兩年多 終於獲批難民身份 但政府就要他28天內搬走 他就散 這兩三年跟社會脫節 哪有可能這麼快找到公同地方住 有得住又嫌三嫌四 沒得住又在賣慘 想怎樣 根本你是自己拿來 好可憐 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